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很多科学新闻 我们一直以来就以这个天文学作为主打 但是今天我们就改变了 我们以这个超级电脑为主打 不过我们想说一样东西就是 咦?都离不开那几样东西而已现在是吧? 首先我们发觉超级电脑不再太超级 更加劲点比超级电脑更劲的那样叫量子电脑 其实我们要说得出这句话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新闻就是看得到 应该都很决定性的就是说 我们人类已经能够建立到一种量子电脑 它是比超级电脑更超级 但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以什么标准去量度一个电脑 超级电脑、量子电脑是怎么快的呢? 这个就反而是深一点的问题来的 或者大家由一个比较浅一点的问题来想起先吧 大家去那些这样的电脑商场看电脑 那个电脑是否厉害? 那你会看的就是它的CPU 那当然其次就是说它随着这个中央处理器 和周围那套的配置 那也有一个协同作用在那里 所以那些人就说 你不要只看CPU啊 那些RAM够不够很紧要啊 这样的样子 这样是合理的 但是主要来说呢 其实很容易你就会由那个运算能力 就是它每秒钟处理到多少个运算 那就来去决定了它这个CPU 就是由CPU 应该说就是决定了它那个电脑的运算能力 但是呢这个是传统电脑就这样计算了 如果你说其实我们今天都还会碰到的 如果你是要处理不同的任务呢 我们发觉原来CPU未必是唯一的标准的 如果你说去到整个那个 那个原件运作原理 用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技术 比如说你用到量子的技术 来去建构这个运算单元的时候呢 那究竟我们整套标准会怎么变呢? 那其实变成是完全另一个问题来的 但是怎样都好 现在我们刚刚这个礼拜就出了那宗新闻是什么呢? 那其实我们以前有一路去报道过类似的东西了 就是Google它的量子电脑 它一直在搞量子电脑的 而且搞得越来越大 而且我们都很清楚它的竞争对手 比如中国有它自己那部要早充滞的量子处理器 那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那现在它就说了 Google出到新一个的量子电脑 它的运算能力是拿回第一名 而且拿回第一名之余呢 它会比起我们现全世界上最劲的那个超级电脑呢 还是快了很多倍 那它就用了一个这样的标题就是说呢 这个Google的新的量子电脑 是比起现在世界第一的超级电脑快了47年 那换言之就是说呢 给同一个运算任务给它呢 那个超级电脑就计算47年多才计算完 这个Google的量子电脑呢 可以是说以分钟计算和你处理了这个任务 所以你看到那个速度的差别是很大很大的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用这个47年或者年这个去计算呢 就是你为什么不用一个倍数去计算 而是讲了一个年份去计算呢 其实是的 如果你说要精准要醒的人 应该要好像台长你这么说呢 是用倍数去计算的嘛 就是你每秒钟处理的运算量多少 你就直接用了啊我处理这个东西要一分钟 你处理这个东西要一千分钟 那于是乎就差了一千倍照计是这样计算的嘛 那就是今次去这个新闻报道 我觉得就纯粹用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方法 来去让你去注意 就是其实你说如果换算回实际上的那个速度单位呢 究竟它是47年兑多少分钟呢 这个实际数字我都没有很清楚 但是你如果除了出来的数字是天文数字的 如果你说在新闻媒体那样 你给个天文数字出来 可能大家的感觉不是很强的 你只是告诉你 如果你要等个超级电脑 都计算完这个任务 你要等多47年 那大家就很有感觉了 那我想这里是纯粹去找了一个方法呢 是很容易跟大家沟通到两者的速度差距的 好了那现在那个问题就是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试过找一个量子电脑 去计算一个超级电脑 计算得很慢的一个题目呢 一个任务给它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 这里又有多些东西可以说 比如说这次这个它怎么去试呢 它的确是设计了一套任务出来 那么那套任务呢 它们有个名字的 一个叫Quantum Benchmark Task 就是一个指标 一个是交给这些量子电脑 去运算的一种指标性的任务 它的任务的目的是 纯粹为了帮我分别这个超级电脑 和这个量子电脑 它们的功力差几远而已 那么你不同国家去设计这种任务的时候 设计得都有一些不同的 那么如果你设计得太容易 那么你当然就不够说服力了 那么所以你会发觉 为了能够彰显到自己新发明的那个运算能力 那个譬如中国在两年前的那个 那个早冲之量子运算器 它给下去的那个任务呢 是会比四年前交给上一代的Google 那个的量子处理器 那个任务是更加艱距的 听说话艱距了一百倍 那么到今时今日到这个任务呢 它拿来比较超级电脑 和比较今时今日Google最新一代的这个量子电脑呢 它那个指标性的任务又会比以往 和给它的对手中国造冲之处理器的那个指标任务呢 更加难 那么其实就这里要一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呢 其实现在怎样去制定一个的共同标准 来决定哪一个的量子运算器是更加强大呢 是没有画一标准的 这个还是建构当中的 但是至少呢 现在呢 我们怎么知道今时今日Google这个 又比起两年前中国那个是更加强呢 就是它比同一个超级电脑快啦 而且我计算是快多少啦 而且我比进去的那个任务 是比起它的竞争对手更加艱距啦 那么由这里我才可以决定到 我才肯定到今次Google的最新量子电脑 又会超越了两年前中国的那个啦 那以我们的行外人去看呢 它这个量子电脑的计算能力在那里增强呢 是它的体积加大了呢 还是它的构造的方式有一个量的改变呢 其实都有的 这里要给大家一些数字 如果用它那个叫运算的有多少委员 就是多少个bit这个单位来去计算呢 是4年前就是2019啊 那个Google的量子电脑呢 它是53个bit 那么两年后就是2021年 中国的早充之量子电脑呢 那就是60个bit 还有 是不是Qbit啊 有60个量子单元 是的 用Qbit是比较准确的 那就是说不知60还是66的 是去到这样的 那现在这次Google这个是70个bit 那固自然你那个有多少个量子单元 就是多少个Qbit 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的单位啦 但是呢 也都是要由个设计到分高下的 还有其他的那种你怎样跟那个量子单元去相互作用呢 你是要有其他配套在这里 你整个其他的硬件设计哪个优胜一点 也都决定了哪个是走得快点慢点 可能最后呢 如果你Google不生性的 你做了一个70个qubit的一个量子运算器出来 但是结果那个效能是比起中国的更差 这件事情是可以发生的 但是这次似乎呢 他们在那个设计方面都引入了一些新的技术的 那些技术老实说小弟功力未够 就是没办法去很简单去介绍给大家听 但是这个就跟他们呢 怎样去阅读那个量子委员里面的那个资讯呢 那套的技术是有关的 量子技术 就是建构量子运算的这个电脑 最难的一个地方 其中一个技术问题所在 就是什么呢 你怎样去准确地阅读到那个量子单元的状态 你怎样识得去分那些是集讯 还是清楚是它的讯号 那这个你要搞得很清楚 还有另外一个就都经常会提到的就是 那个量子单元 怎样可以你确保到它是在几长的时间之内是稳定的呢 你等的太长的时间它就有个叫decoherence 一种效应 就是说它的那个量子性质消失了 那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想去发生的 我想它继续维持在一个量子的状态 去继续进行量子的运算 所以我们去怎样令到量子运算稳定 还有中间它稳定地计算的时候 我怎样去很准确地去阅读到里面的资讯呢 这个就是他们建构技术的其中都很关键的技术 你说里面哪个优胜一点呢 我就说不出 比如比较不了就是说 这次google比旧的多了些什么东西 它有用到一个字眼的 就是一种叫做random sampling 一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里只能够说 我就没有能力去跟大家很仔细地去解释了 但是大家起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今次这个70个qubit的google的运算单元 是绝对比它之前53个bit的那个运算单元 是有一个质的进步的 不是纯粹由53到70的进步 而是它本身那个阅读资讯能力有它的进步 而最后令到它的运算能力 都超越了两年前中国的那个 早充支的那个量子运算器 那我们去看那个所谓的标准的时候 我相信是不是都是由美国方面去制定 哪个电脑快点哪个电脑慢点 我想这样想 现在去制定哪个量子电脑去快和慢的那套标准 就没有所谓说哪个国家在垄断的 就是应该这么说 你作为参与竞争者的时候 你要心里面很清楚自己那个东西比人家更加强 还是比人家更加强 那有些东西就是你没得骗人也没得骗自己的 所以我就会看到 就算你看中国学者它关于量子电脑那边的研究 尤其是关于怎样去制定一个客观的比较标准 他们是有很积极参与这个讨论的 尤其是他们曾经都建构过一个领先过Google的一个运算器 所以他们很清楚就是已经界定了 除了你去比较一下哪个的量子单元 那个比较的数目哪个多点少点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标准而已 但是你去给一个什么客观的任务去运算 给哪几种测试它 他们也都有了一个的餐单在里面 有哪几个的能力 十项全能 你去测试它 哪个可以计算得快点 这些会不会你十项全能赢了呢 他们是有制定的 其中一种大家都会共同使用的运算任务就是什么呢 一种最佳化的任务 给很多因素考 你去考虑怎样令到最后一件事最快靓正做完 那这种任务 其中一个很代表性的任务就是那个 Sales Traveller Problem 就是你一个逛街的销售士 他怎样走一条最短的路 就令到你可以见到最多的客人 就是这种这样的问题 其实都是一种叫做 寻求一个最佳化答案的一种运算的一个例子来的 那当然他最后用还有哪几种 我就没办法一一细数了 但是现在呢 可以看到随于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呢 对于怎样去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 去比较一下你中国的量子电脑徑 还是美国的量子电脑徑呢 大家是越来越有共识 就应该就是说用什么来比试的 那这个量子电脑你觉得是在可见将来 会不会在军事用途上面有角色 不是可见将来是已经有 一定有 那你如果讲到最佳化的问题 是怎样将一些东西调导啊 一些关于logistic的东西啊 去做一些地球气候运算天气的模型啊 甚至乎一些沙盘的推演啊 已经有超级电脑去用着 那如果现在告诉你听 量子电脑它拥有的能力可以超越超级电脑的时候 你猜会不会有人想到立刻用量子电脑来计这个东西呢 是一定会有的 那在这里呢又带出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其实呢在四年前呢 讲着我们其实我们科学生枝是有讲这件事情的 其实由2019 53个Qbit的Google的量子电脑 我们是有一节专讲这件事情 到两年前中国早充滞的量子电脑 我们都有讲 到今时今日呢 就是叫做这个竞赛的又来了一回合 里面很强调一样东西叫quantum supremacy 就是说呢 究竟我们能不能够证明到 量子电脑是有一些平常的电脑 平常的超级不超级的电脑 一些不可独特的优势 一些传统电脑无法逾越的优势 又没有这件事情呢 我记得在四年前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很含糊的 我们还没讲清楚的 到两年前讲中国早充滞量子运算器的时候 中国当时去宣布就说 我们已经率先去肯定了 量子电脑是有它那种独特的优势的 它是能够达到quantum supremacy 那当时 美国尤其是Google他们 肯不肯承认中国这个结果呢 那轮到他们含糊其辞了 但是比如保守的说 可能在某一些任务上面 量子电脑有优势 传统电脑没有那么有优势 但是我会这么说 现在回顾一下 到了今时今日 Google说 现在的超级电脑 就是这个比中国两年前早充滞电脑 更加超越的超级电脑 我想就更加能够验证到 真的量子电脑是达成了quantum supremacy 尤其是你说的运算的差距 你给那个任务是最后差了47年才完成的话 那你看到那个量子电脑的威力 是可以去到那个地步 是远远抛离这个传统超级电脑的 那我就这么说了 如果回顾一下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 我们应该都可以认为 其实两年前 中国的早充滞电脑 已经是很大部分证明了quantum supremacy 这件事情 但是量子电脑会不会错的? 什么电脑都会错的 那问题就是 你那个电脑运算设计的时候 那个除错的功能做得好不好 那如果你控制不了 这个量子系统里面的集讯呢 那你出来的那个 就是运算的质量就会差了 就是是的 如果你说一味只有快字 但是原来它的错的率是高 而且还有它的除错能力不高 那这几样东西加起来 你可能就会觉得 哦 没有什么优势而已 但是我相信 它在这个 无论是在中国和美国 去竞争这个量子电脑的时候 它不会不理会 那个运算的质量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建立这些东西 你怎样去建构它的除错系统 绝对是它们的技术所在 就是就算简单到 你现在呢 为什么台积电弄CPU 这么抱着市场 这么独占凹头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们的量率很高 那些出来的那些在量产的时候 出来的那个错的率很低 那于是乎出来的那些很少弄 那其实现在也是的 你整这个量子运算 和就算是超级电脑运算都好 你预了有些东西可能会出错 但是你怎样可以及时发现的错 矫正回重 而令到你的运算的质量是高呢 那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来的 就是它们一定会考虑到的 好 这些节目我们下一节就回来 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甘祥工作室节目